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讲终结奖案系列论坛 今天的主题是反贪腐从费奖金开始 2022年8月30日至9月2日 由行政院主办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 邀请五位来自秘鲁、美国、纽西兰、南韩、澳洲之国际反贪腐专家 担任审查委员 针对台湾落实公约与结论性意见情形进行检验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 民主体制与自由经济价值的提升 让全世界民主国家在上一个世纪不断的蓬勃发展 相对的在腐败与其他形式的犯罪事件发生也是存出不穷 而且严重影响到国际之间社会经济的运作 联合国有鉴于此 在2003年通过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并在2009年建立了审查机制 针对所有缔约国家在执行公约的成果上进行审查 并且给予修正意见 请启动 中华民国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第二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会正式开幕 台湾不是缔约国 但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2015年政府通过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施行法 三年后完成第一份国家报告与审查 在经过四年持续推动下 今天8月30号展开2022年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 邀请五位来自秘鲁 美国 纽西兰 南韩 澳洲 之国际反贪腐专家担任审查委员 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也没有参与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的缔约 但是我们善尽了该公约赋予国家的义务 我们努力地来实践公约所要求的工作内容 如果一个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机构 不能缓贪腐 我们政府就没有行政的效力能力 我们的司法审判就没有公平正义 早上记者会于九点半举办 后续的会议采闭门方式 并将于9月2号下午的结论性意见发表记者会 公开审查内容 我认为台湾有增长的增长 在标准的位置的位置 但是当然,如同时我所提到的 和我和我 我们相信仍然有足够的余力 我们现在听到一位 的总统的组合国 和一些社会的社会 有些问题非常关键 在審查會議現場的外面 出現民眾聚集手持不調抗議的場面 他們痛斥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尤其是財稅體系的獎金制度 越高階領越多 有的呢 什麼 機下好的不得了的稅務員 開單就可以拿獎金 也造成了恐怖的貪腐亂源 為什麼 台灣的稅務機制 在頻繁的過程中非常的恐怖 因為呢 我們的設計機制是一開單呢 那個人就必須要繳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單保品 才能夠去確定這個案件真夠假 假稅單是真搶劫 而且你提了行政術務院訴訟 不停止強制執行 所以只要執行署的長官看到 哇 這一筆一千萬太好了 我現在缺這個績效 我就硬幹到底 執行下去 那個人就抄家滅門了 沒有經過司法公正審查 這看起來我們台灣現在的政治 是朝腐敗的地方去走 那整個在貪腐報告裡面 我看到的都是個功頌德 那不敢去面對真相 而且現在貪腐是官員結構性貪腐 根本就不會懲治啊 而且明目張膽 為了讓國際社會更了解台灣在民主價值的捍衛決心 以及打擊貪腐的具體作為 即使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仍會以國際上最高標準作為行動的準神 民眾更希望政府能真心傾聽百姓的冤屈和訴求 確實改革制度 防堵貪腐發生 讓冤屈不再發生 冤案得以平反 記者彭命華 王文青 台北採訪報導 由行政院主辦法務部及廉政署承辦的2022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中華民國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月2日下午舉行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 雖然是記者會議 但對記者的拍攝及採訪仍有所限制 這種不透明的審查會議是否能反映台灣真實的現狀呢 民團打上大問號 這樣的一個閉門的會議 其實就是政府要欺騙整個世界 也要欺騙人民 其實就是這個國家整個徹底的腐敗 徹底的貪腐 所以我的作法 我是認為我們必須要把這些罪狀 直接放到委員在聯合國的桌子上 不需要來跟這個人爭 因為他們不信任人民嘛 那人民只好走自己救濟的路 所以我們要寄到聯合國去 寄到歐盟的人錢委員會去 寄到上次來的9個人的桌子上去 寄到這次來的6個人桌子上去 我想人民就直接採取行動來捍衛我們自己的尊贏和人錢 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志龍教授 更質疑台灣公務機關存在拉邦結派系統性的貪腐 三個C要一起抓出來 第一個C就是clonism 就是近親關係 都是以情代的種植關係 第二個就是conspiracy 就是勾竄 共磨 第三個C就是collection 就是虎化 我們知道貪腐的錢到哪裡去 就叫做ABC原則 A 錢 就是把錢A到口袋裡頭 就是侵占 這叫A錢 B錢呢 就是不該逼人家的人 逼人家強制徵收 沒收人家財產 逼人家把錢繳出來 人家不該繳的錢亂七八糟繳 人家欠一點小錢 然後執行署就把人家拍賣 叫人家有人甚至去跳樓 那這個東西都不對的 那吸錢就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到處把人民的錢吸走ABC 律師呼籲 政府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納為國內法 就應該善加援用 破除體制內的缺失 其中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就是獎金制度 反貪腐公約它在國內是有特別法的位階 它就是說只要是跟貪腐有關的 我們都是要以反貪腐公約作為優先適用 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有講說 只要不符合反貪腐公約的相關的規定 都應該要在三年內修正 那可是我們看到連上次委員 來做結論性意見的時候的建議 的一些具體的建議 包括要設定什麼法律或設定什麼機關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看到立法院有相關的 有相關的行為 那更何況 我們法稅改革聯盟一再強調的 獎金這種結構性貪腐的事實 事實上一直都沒有被政府所注意 一直沒有被政府所注意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貪腐行為 再一次強調的呼籲政府一定要把這個萬惡的誘因 獎金制度把它廢除掉 把它回歸到正常的薪資制度 花了納稅人673萬 辦了這場不公開不直播也不能採訪的反貪腐審查會議 政府是否有心貫徹反貪腐的決心呢 還是又淪為另一場大內宣 年底大選將至人民拭目以待 這次的審查會議場外 專家學責連身踏法指出 貪腐已到沒有尺度的境地 其中獎勵金制度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而檢舉獎金是更嚴重的貪腐 政府禁用獎金誘導侵害人權 且無課責或課法機制 獎金造成貪腐 獎勵金和前財政部長張慎和的獎金兩連說 會把台灣推入一個濫權貪污赤字預算濫權的惡性循環中 稅務獎勵金和行政執行績效獎勵金再不廢除 台灣會被認為是反文明之地 貪腐問題已是結構性的問題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被稱為全台最大合法討債公司 自2001年1月成立 統計至2021年11月30日 總徵企金額已超過6000多億 據統計109年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欠費欠稅案件 共有1431萬件 平均不到兩人就有一件 這樣的數字被質疑其中有多少是烏龍稅單 來看一段影片 我買賣不成立 結果國稅局把之前的稅全部架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這樣子沒有人生 我訴求無門 我得了憂鬱症 現在又得了癌症 他們還給我稅單 我獎稅 我已經沒有錢了 一百多萬對我來講已經是很大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沒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為了這個稅 我本來想說我已經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 我也不想站出來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站出來 我要生緣 我因為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很多人都這樣 如影片中的稅災戶 是貪腐之下的受害者 舅舅稅災戶 讓我們一起用愛 呼籲政府反貪腐 護人權 廢除獎勵金 平凡冤暗 台灣人才有幸福 謝謝大家 伍娩哥 搖腐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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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